在韓出消毒人消毒 依然穿著防護衣戴口罩幫忙開刀 後方兩名消毒人員用設備進行消毒 這是台北市知名商圈 22號緊急動員 因為案765確診機師 在台北市議員自行調查下 又有新軌跡曝光 12月9號下午1點50分 紐級機師曾到台北知名飯店 地下室停車 下午2點曾到日本交流協會 目前已經完成消毒 之後他又到莫凡比餐廳 用餐一個小時 用餐大約一小時 是使用下午茶 那客人使用完的餐具啊 還有桌面 我們都一直以來在防疫期間 都是徹底清洗跟消毒 店家緊急發聲明 全面消毒外 這已經超過14天潛伏期 人員身體狀況健康 希望平息消費者疑慮 而知名飯店透露 電梯都有固定消毒 但商圈人員相當緊張 就是兩邊就是拿著這樣子走 這樣子趴趴走對待就是不好啊 暗765最新曝光的軌跡 其中也包含了交通樞紐台北車站 資料顯示12月10號 他曾經到這裡的地下停車場停車 也因此北車除了大量張貼防疫公告之外 現在也全面啟動消毒 10號下午3點多 暗765又開車到台北車站 地下停車場停車 堪稱人潮密集度最高 北車展開部署 包括消毒提供酒精 也讓當天值班人員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消毒頻率從兩個小時縮減為一個小時 並在12月10號17號進行大消毒 牛肌機師大台北地區趴趴走 業者相關單位只能加強防疫 就怕成為病毒傳播中心 記者姚立強王文竹台北採訪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